第一个就是我自己就是学着徐俊颖的一个公众号 然后第二个是我做那个拍毕业照的时候 我自己就自学的那个做头发还有造型 这边这个是我创新的力呢 就是我之前就是自己做了一本书 这个书我也带来了 可以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做了一本就是异性书 它就是来源于就是牛仔裤嘛 它这个名字叫牛仔裤 但是是那个很酷的裤 讲的是那个 我想的是出版上一本什么呢 就是讲牛仔裤发展历史的这么一本书 然后呢外面是一个封套 然后就是用一个牛仔裤 做了一个牛仔裤的形状 里面那个书呢也是裁了一个牛仔裤的形状 他在中途的时候 他一直谈到 他去做一些生意 做一些培训这样的事情 我其实都有点失望了 但是他又一次的燃起了我热情的原因是 是他掏出了这本书 我特意下去把这本书拉过来 我觉得在这个当中 如果他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人 很难就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刘世芳这个才是你的专业 对不对 这就是我专业 讲了半天这一会儿 才是碰到我感兴趣的东西 刘世芳的问题 跟现在很多大学生所谓创业的问题是一样的 他不管是学 是不是学营销专业 对 是不是做这个销售的 他一旦说要创业 都是摆个地摊 然后做个餐馆 然后做个什么销售 搞个微信号 就这样子的 其实门都没有入 所以我根本就不关心那方面的内容 我还是关心你的本专业 但这个孩子今天应聘的岗位 还是营销策划 所以我们说在策划案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定位角色 目的 就是第一 你的策划案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 很茫然 你的角色 不知道他干什么 对 其实我看你整个的表演 我觉得你不适合做创业 也不适合做策划 如果我来建议的 我更认为你适合做一个新媒体的一个编辑 还是回归到你的专业 包括你刚才展现的所有的这些 对新鲜事物的一个拥抱 都很适合 不管是做直播 或者是社交媒体 作为一个编辑性的人才 拿到一些素材 因地制宜的来套用不同的平台需要的资料 回到你的一个根本是编辑 来我们来听一下四位专家的意思 你们看了这半天 这姑娘到底是个什么人 最缺乏的其实还是一种系统的思考 这里面系统的思考里面 缺的就是刚才很多老板也讲到了 你就没有目标性 你不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你就不知道这里的要素 哪个重要和哪个不重要 我觉得其实大家容易把策划就想成点子 但其实策划反而是最讲系统思考的 对 你要求薪酬多少 六千 有地域限制没有 天津 一定要在天津 还是只做策划 其他的考虑吗 别的考虑 要考虑 来第一轮选择去货率 好 还有九盏灯 谢谢老母亲 天生 我有太 来 把给刘世芳的智商考题拿出来 假如因为你自己的失误 给你的朋友带来了伤害 我现在就是你那位受伤害的朋友 请现场模拟一下 你会如何与我沟通 好 宝贝啊 对不起啊 宝贝啊 对不起啊 我想问问为什么这两天不理我了 因为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我这个人你也知道平时比较糕 然后我想问一下我哪伤害你了 糕到连自身哪个地方伤害我了 你就不知道 真的 我真是这样 所以你也知道 就这么多年了 你说你自己腹黑就 算了呗 你凭什么那天 当着大家所有人的面 说我长得丑呢 这个 哎呀 我就是为了跟你好嘛 大家过去这么好 所以咱们平常老这么开玩笑 当然我常说我错了 我错了 我以后不说了 行吧 当时问我的时候只有点懵 我也不 就是即使我跟朋友挠肚了 可能我就是哄人的那个技巧 也真的是没有 我没哄过人 这个问题呢 考察的是一个人际交往的 一个技巧的能力 道歉实际上是有一定的 技术跟技巧的 那从心理学来说呢 这个道歉的步骤呢 应该分为三个步骤 那四方呢 只在一个步骤上达到一点点 那这三个步骤是哪个呢 第一呢 是共情 首先我要表达出 我对你伤害了 可能对你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你会感受不好 要强调对方的感受 让他能共情 产生这个共鸣 其次呢 再讲当时的一个客观的一个 自己心理的一个 心理的路程 或者说自己当时怎么想的 把这也说出来 因为自我的坦漏 可以促进你和对方的一个距离 那第三点呢 再是认错 那经过刚才这个问题 您是否还能够看清楚 它到底适合什么岗位呢 我觉得它其实在一些 比如说跟人打交道的 包括培训 我觉得在培训中 做培训专员 做一定的销售 都还是可以的 当然需要一些训练之后 应该都还是可以 这个职位你接受吗 这方面的这个工作 这种职位你接受吗 非策划的 销售和客服不接受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做不了 您都说了 那要做不了销售的人 一定做不好策划 商业里边最最核心的 那个最基础的 包含了一切的 全息的那个岗位 是销售 我是高度认可 做不了销售 做不了策划的 因为两个岗位 都是高度的目的性 就你整场面试到现在 最缺乏的就是目的性 就到现在说实话 你目标企业没有展现清楚 然后你并没有围绕着策划港 多多逼人的去展现 你的策划的能力 所以在这方面 说实话 然后你就直接回绝了 销售 销售 这说实话在我这心里 是个降分下 是个降分下 其实我从头到现在 我觉得你非常装 你非常装 我告诉你为什么 其实说实话 我对你感兴趣 只有你那本手册 可是那段时间是最少的 你用了最简短的时间 给大家介绍了外面的时间 你本专业是很强的 我觉得设计好棒 可是你给我们展示 一堆这种东西 我觉得很浪费时间 所以我说的装 不是你今天在舞台 装给我们看 而是你跟你的那个部分 你要给我们更实际 你要知道你最擅长什么 你最优秀的是什么 现在你的这个职位岗位 不明晰 我再问你一点 销售到底考不考虑 真的去做销售的话 我真觉得我可能 你有一点不干脆 好 来 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还有六盏灯 来 听一下他们最近的职位 来 从韩虎开始 这个职位太适合你了 你想学策划 然后你的专业 又是编辑出版学 嗯 对 虎约今年做了十年了 我们从来没有出过书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我们在找一个职位 就是编辑出身的人 然后我觉得你倒是 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来整理一下 我们过去十年 所做的一些案例 在这个过程 你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最后把它编辑成一本书 世芳 我觉得你比较适合 做内容策划和内容运营 可以做我们的产品的 营销策划 那主要是针对 我们在天津地区投放的 线上的免费卢博客 进行线上的这个策划 主要篇内容 做呢就是新媒体的一个编辑 我觉得你现在还达不到做策划 我觉得可以做文案 六盏灯灭四流二 你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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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有请陈昊涵含虎 他写不上感情 请揭晓 试用期五千 六千加 先问一下 刘世芳 对这两个薪酬 你满意吗 其实还可以 但是对你 你直接回答我 陈总的不满意 不满意要加吗 我这试用期五千 转成不就六千吗 还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对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说我 就是这个岗位 您二位给我的岗位 往上就是发展的话 是怎么个方向 尤其是韩总这边 你往上发展就是做文案 做文案 做文案 陈昊呢 你这个在天津比较窄 也就是从你这个岗位 往上升 就是区域的这个MKVP 再往上升 也就是区域的这个高级经理 来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高过于六千的新手 有没有 只能在天津是吧 对 天津 有没有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把灯都灭了 思考十秒钟 在这两家企业当中 做出你最后的决策 要到我们那儿 都有三个月的 那个北京的培训期啊 虎月营销 优胜教育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虎月营销 去吧 恭喜 既然进入了服务营销 我想先从就是韩总给的岗位过期 然后看看是不是在里面盖段时间之后 能够逐渐转向我想做的策划 我现在还年轻嘛 我也无所谓 我去心间他们的建议 然后我想这以后 我会变得更好